稍后咱们针对锦里胆小这个问题呢 咱们出一个视频啊详细的再说一下 像我视频当初这缸鱼呢 主要呢也是有点胆小 因为在夏天呀 秋天呢长期投喂这个高蛋白增体的晨凉 所以说呢 像这个浮凉的话 它是有点不适应 像上一个视频呢 主要呢也是详细的说了一下 针对锦里胆小怎么样来让它胆子大起来 然后这个视频啊 咱们详细的操作一下 咱们可以看一眼 这个水面上只有几颗饲料 那如果说想要这个鱼的话 胆子大起来的话 那咱们只有用食物呢 跟这个鱼进行一个沟通 那也就是说咱们上一个视频说的 咱们每天啊 给这个锦里啊 可以勤喂几次 每次的话喂几颗饲料就行了 这样的话有的鱼 它会吃这个饲料 有的鱼呢 它胆子小 它不吃这个饲料 那不吃这个饲料的话 它的话就会特别饿 特别饿 长此以往的话 它看到别人吃 自己却吃不到 所以说呢 慢慢的这个胆子的话 就会练起来 形成一个习惯 那以后在咱们大量喂食前提下呢 这个鱼的话都会上来抢食吃 咱们看一眼啊 视频当中啊 这个鱼的话 偶尔的话会上来吃这个饲料 因为我的话站的也不是特别远 所以说呢 慢慢的 如果说几次之后呢 基本上这个鱼呢 就不会怕人了 像咱们养鱼啊 不管是鱼的成长 不管是鱼的体型 以及鱼是否胆小 咱们都要慢慢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